我今天演讲 因为我的广东话不够做任何事情 所以我就决定用普通话讲 可是因为普通话我也知道 我讲话速度很快 有时候大家会跟不太上 所以我把大部分我要讲的都放在PDF 因此你只要阅读够快 也就跟得上了 先讲 我这次来的话 中工会讲市场 那个意思要评论你们这些上网去查 那这次的四次的演讲 我最主要要针对 我认为很彻底的 很根本的在改变台湾社会机理 social fabric的一些事情 那我要讲这一些现象 那到底为什么台湾人看起来 比较文明 比较温和 比较有礼貌 我也希望在这个演讲当中 提供一些解释 当然不是一个全面的完整的解释 但是我希望从某一些角度 特别是跟性爱性别这个角度相关的 那我认为这两个角色 这两个因素 在台湾的社会整体的文明化的过程当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也希望讲这个 那特别就是这样子一个社会变化过程当中 情感政治 atology of emotions 是怎么操作的 以及在这里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construct 建构主体 从这个角度我们去思考台湾的 怎么样在进行一些社会台词 规训 社会控制 以及我们所称的良妇的女性主义 good woman feminist 性别政治 性同光 这些在台湾常常变到的现象 那今天的题目的话 我虽然讲的是跟西系相关 跟play相关 但是大家也知道前面会有很重要的一个 那个qualifier 就是性 西系 因为事实上对于西系的 严肃的管制的话 最重要的事情都在跟性 西系相关的这个理由当中 那我认为这个性 西系的现象 当然跟性的公众化 跟性的道德和活动方面的同过发展有关联 但是在一个以性别作为主要的 治理力道的社会里面的话 文明化跟社会规训对于性 西系会有很大的敌意 会把西系越来越显示为不可取 不应该存在 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事情 而整体上社会对这样的现象 开始有一些敌意的时候 其实也就造出来一个对于性主体 非常不利的一个社会环境 那我希望思考的问题就是说 像文明化跟社会规训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是怎么样的不断的在我们社会当中强化 它透过怎样一个方式和程序来强化 我们怎样变成我们此刻这样一个 好像精工之鸟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过程当中 是形成了怎样一个情感的氛围 主体的情感结构 那主要在哪一些领域当中去进行这样一个 很深远的一个社会结构的改变 那些发展跟台湾此刻很正义的以南的一些 民粹风气有何关联 例如这两天如果大家有看台湾新闻的话 好像国际新闻都不重要 中国新闻也不重要 经济新闻也不重要 只有马基尤重要 就是一个艺人跟一个事件 如果还不知道的话 显然不常上网 赶快上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先从西系讲几句到底什么是西系 讲完了西系的定义的话 可能你也比较知道为什么社会对于西系有所保留 觉得有点点不好 那在中文的词典里面 你去查西系出来的话 是无拘无束 无拘无束本身就是一个很coded这个word 无拘无束的游戏啦 玩耍啦 玩笑啦 打闹 你看下面连续的这词 西系 西到西笑 或者春节 或者西春 或者西提笑 大部分的状况下听起来都没什么建设性 那当时当然这个词典里面也会告诉你西系有个韩语 这个韩语就是开玩笑啦 或者作弄人家啦 嘲笑人家 因此它内部的意义延伸就是轻浮 因为西系就是不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相对于很正经的活动 比如韩语当年就得讲 夜金于晴 荒于心 所以你如果很努力 很正经八百地做的话 那夜就会做到很精 但是如果是游玩的话就慌了 因此说穿了 西系就是玩 玩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其实意思很多 玩不单单是一个活动 还有其他也其他的意义 我得将会讲到 那我们就看下 贵这个字在英文里面 再去查查字典 做学术的人就是这样 到底了解一下 人民的共识 大家的知识的基础是什么 贵在英文字典里面说话 You usually associate with children 所以贵呢 这不是我们这些人该做的事情 他只有小孩该做的 我们大人是不玩的 然后呢 这里面的台译当然就是 enjoy啦 play啦 amuse oneself 自己玩自己 half fun 通常是词典里面写的 通常play是contracted with productive work in other words play就是unprotected 不会有什么生产 不过各位 只要在productive这样的一个字上面去思考 在基本主义的整体的框架之下 就知道这个是有特殊意义的东西 就对于那一种整体的经济生产 是没有什么效用的东西 当然他们也讲到 在play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消费了 同时play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play out other roles 你可以去有其他的社会角色的扮演 你可以pretend to be someone else 你play a role 你play to be somebody 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play的话 有延伸操作自我 这个很厉害 然后呢 再来就是那些我们所做的事情 amuse or recreation 事情 因此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这个玩这些事情 它不单单是活动 不单单是我们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玩还必须是个态度 这个态度就是原先最开始我讲的无拘无束 没有限制的那个态度 兮兮的这个玩 因为是活动也是态度 因此它还有另外一些局限的力量在它上面 例如刚才已经讲过的年龄政治的层面 这个层面就是说玩是成年人不做的事情 只有小孩子才能去玩 兮兮的这个态度是更为可异 就是你拿玩 就好像说你玩弄了我 像女人讲这个话的时候 你玩弄了这个玩字 或者吃惯性玩来玩去 这个玩 让人们都感觉到非常的negative 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内容之内 你的态度不能是玩的态度 你做的事更不能是玩的 而另外就是在玩的这个定义当中的话 会有一些阶级上的差别 什么人才能玩什么样的鸟 什么人可以玩什么样的游戏 而其他的人不能玩 周关可以放火 百姓不能点灯 所以他们也不会有些差异 那当然一定还会有性格的差异 讲到玩这个字的时候 对女性来讲 玩的活动和态度都不行 因为很危险 你要说玩 哎 女人就会受害 女人有这个差异度 那就更加可靠 那换成男性的话 玩的这个活动和态度 说起来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讲法 那你去看到的男和女 不一样的定义 讲到玩的时候 女人叫做危险 男人叫做不负责任 你们看到他们两个社会角色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此对于玩的寒定 在性别的层次上 会有因为跟性连在一起的东西 而形成的角色和的意义 那在我们谈说 西系消灭的这个年代 这个灭亡的年代 当我们周围的社会 在想办法 消灭西系和性西系的时候 它不单单是针对这个活动 同时更针对这个态度 你要严重 你不能用那个轻飘的那个方式 必须要很严肃的看待 而且要遵守这个社会的规范 因此西系所原来代表 这个无拘无束 你翻译的方式来讲 就是不虚 完全不遵守社会的常规 超越社会常规的 这一种不虚的心态 目前有非常非常严厉的 一些严惩的措施正在形成 好 那当然你们说 不会呀 我们这个社会好像 很多很多game 有很多很多玩的方式 玩是很重要的创意的来源 是不错 不过我们要稍微做一个区别 就是play跟game 不太一样 game的话是a form of play 只是一种 特别是它有rules 我们常常讲rules of the game 因此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社会的成分在内 讲到game的时候 有rules 而且有台语社会的含义在内 strictly defined 而且有explicit set of rules 要去follow 同时games通常有result 大家玩各样的游戏 不管在iPad还是在任何一个空间上面 所有的game都有个result 可是最后打了多久爪栏啊 打了多少分啊 ranking是什么 总有一个result出来 有一个winner 有一个loser 你过关了没有 我的愤怒鸟到现在还打不过第二关了 很多时候的话 有个winner有个loser 但是play 就是play而已 play is just playing 我就没有那么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赢 一定要输 一定要有什么样的score 就是玩耍而已 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性 可是成人习惯性的就会去想目的性 想一个局限 好 我们再讲 把它再拉到更上一层去 play有另外一个理论的意思 Jacques Gerrida也曾经用这样一个字 而且是他理论的系统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 外里在他的概念里面 他认为 是在我们整个的signification的系统里面 就是整个意义 衍生的语言也好 沟通也好 这个系统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做loseness 或movement 就是松松动的 它不是那么样子 你都说 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字放在这里 这个直色的是什么 它常常有一些很move的 而且常常会move的 同时 在这种松和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会有a sort of amusement出现 所以这样的一个松和这样的一个动 往往还牵涉到了鱼跟月 鱼是amuse 让自己很高兴 月就是快乐 因此他认为在play 在我们的人类的整个的意义的系统里面的话 是牵涉到了一个eternal 或者self-reflexive critique 那也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轻松 这么样的轻调相反的play的存在 其实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样架起来的一个知识和意义的系统 本身里面可以有一个反省的空间 内部是有一些颠覆的可能性 就是play的这个 因为puchic 因为它是我的颠覆的能量 而有的利益 因为我最后呢 我就讲到这里就好了 下面的话就要来谈西系的特质 由上面这些定义 由这些理论的含义来看的话 西系的特质是以愉悦为最高目标 不是winning or losing 不是我的score 不是我打赢了什么东西 而是玩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玩得高兴 玩得快乐 是它最高的主要 不是为了其他的一些 instrumental的 目的性的一些东西 这个跟我们熟悉 物理生产模式的人来讲 是不是觉得说 那你就这样做啊 你生产出什么来了呢 我们总是有一个goal 但是对西系来讲 no 就是murly doing it 而且 它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浑然的忘无 进入另一个想象世界 像刚刚我们讲说 play it doesn't grow 你能够不甩这个规范 完全不起想到 原来的那样的局限 能够超越那个现实 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实现另类的自我 西系的这些可能性 都在我们的社会文化的 这些各样的活动 和态度的当中 这个并不表示说 所有的西系都一定怎样 我只是说它有这样一个特质 它是可以被发挥起来 做一些 这里所描述 这些重要的特质的 同时因为它有它的一定的超越现实 超越既有的角色 和实现的这个力量 因此它往往会 也会超越正当的游戏 正规的游戏 正常的游戏 而进入另外一个领域 而且它也可能会超越 我们平常所做的 说很健康的活动 会做一些 也许看起来不这么健康的 而且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两个人描述关系也好 关系呢它不会只有首于单一 不会只有这样一个 找出一个ultimate的东西 像刚才讲的goal oriented 相反的它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它也会超越固定 超越熟悉 累就是没有界限 无距无数 越过 然后找出其他的可能性 explore 还有什么 possignities 这是吸气很大的一个特质 讲到这里的话 也许你就会慢慢听得出来说 这个社会对于吸气 当然会加以管制 这个管制当然在我们这个年代来讲 会特别特别的强 因为当代的劳动的形态 是incidental的 是有目的性的 有生产性的 有目标的 有利益的 要有一个成果 有人的 要跟别人竞争的 那这个劳动因为竞争 它想要有其事 大家都知道 现在都是干很多小时 都还做不完 下了半永远也要干的 想要存活 想要拔尖 往往我们在上班的时间 上课的时间 没有上课的时间 都要自动走入更多 刚才我没有问我 说你来了时间 怎么都没有找我去玩 我说没空 知道了吧 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做 虽然我已经不是在一个 full time的teaching job上面 可是我在今天 我还会自己 自信 自己也会强迫自己 去做很多事情 你自动会投入很多 专业的劳动 有 情感的劳动 也有 涵盖了我们所有的时间 让机器没有空 因此我就没办法去生证 没有空去 没有空去 这这大环境里面 除了说我们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竞争 的劳动的强度 让我们投入更多 没有空的机器 另外的话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情感的越来越 也不能够容许 希希 我们觉得 希希会不会不好 我们是应该做别的事情 那这里的这样一个 严谨化的趋势 我认为跟我们的 专业化的形成有关 就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人 你就不能降到 他一个很无聊的 小孩成绩 你不能做那个 这个childish 或是childlike的 behavior 都不能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 整个社会文明化 服务业所带动的 这个文明化的趋势 很根本的去改造了个人的情感 大家对于大陆的国货公司的态度 就是说 哎 怎么那么凶 各位你们所要求的 正在要求我们已经现代化的 国家里面的服务业人 那一种完全为你付出的情感劳动 我们都还记得 我们小的时候的话 这电影本来就这样 叫 来 妈 我小时候都很印象深刻 二年级的时候 在旁边的小店上面 因为是元香节的时候 有卖花灯这些人 我们就会去看花灯看 然后店员那边说 看什么看 来不起的 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种话 虽然我就没有立志说 我小时候没买到 我大的时候一定要买 现在还是没有买的 但是那个印象很深刻 突然让你知道 你的位置在哪里 你被放在一个年龄很小 经济实力不够的位置 可是到现在的服务业 服务业是什么 服务业就是来者都是客人 我不会特别用一个不好的态度 来对待你 进来的就是客人 那服务业的要求就是 你根本要有一个 个人情感的改造 你不会把你的歧视 你的怨气 你今天心情不好 你不止痛 你不会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服务业你就好好的做你的事情 这种专业化服务化 所带来的文明化的趋势 其实根本的改造的 个人的情感 变成我们很有理 很周到 我们很自恋 自我受恋 然后呢 我们也很自我尊重 但我们也要求别人要尊重 这种严谨的自律 慢慢的成为一个常态的自我状态 也成为了常态的要求别人的状态 虽然我们的社会 当然同时也有非正式化 这个非正式化 其实是一个 要讲很久的东西 但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例如在台湾 陈军宇做总统的时候 大家称呼他叫阿典 例如现在马亦就做的时候 我们叫他小马哥 这就是非正式化的一个很基础的方式 或者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我的先生从来不叫我 我叫做 我先生说做救 每一个人都是救 所以那个非正式化 就是原来的某一些关卡 某一些差距 某一些的信息 慢慢的被挪护掉 那这个非正式化 让生活空间开始比较 互动 大家互动比较 没有上风阶段 有很强烈的阶层的含义 可是 它会越来越排行的吸气 因为那样一个严谨的自我 那样有一个非正式化 轻轻松松 但是却不能越过某一条线 进入某一种吸气气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下面那个红字的部分 就是目前常常 在你非正式化的互动当中 好像有个隐形的线 你要是越过去 玩笑开多了一点点 对方就会马上变脸 比方说 你讲这个话 Poor taste 不应该有讲这样的话 或者inappropriate 这样子的话语 现在越来越多 它不是说错 它告诉你说 这个是Poor taste 我应该讲这样子的话 我们整体的环境当中 看起来松了 看起来平了 看起来好像比较温和的 彼此互动了 但是同时 我们也开始感受到一个 突然会变远的 舞行的血在我们周围 大家看到这些 很熟悉的图像的时候 不知道在想什么呢 我要讲的是说 刚才前面讲了 我们在于劳动强度逐渐升高 彼此竞争逐渐升高 文明化程度很高的中方态当中 自我纪律性需要很强的环境当中 压力和要求 慢慢地涵盖所有对人生活 在同时你也看到 这种偷跑的游戏突然 就是可以玩一下下的 前大概两年左右的话 开心农场是最红的 上班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那边 抽一个菜 不单是偷女朋友的菜 你同时也在偷老板的时间 那个时候老板都是 纷纷要想办法去抓开心农场 然后MSN 丢水球 大家讲话 调情 现在投上voicefork Facetime 各式各样的方式 用message 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去做 这里的话 虽然我们好像是在玩某个游戏 像开心农场 像agryberg 像footinja 你常常玩游戏 可是那个心态 那个玩的方式 是西系 是不界限的 是超越的是 goof off 就是我超越那个对我的规范 以西系的态度而玩 因此在这里会有拉锯站 老板跟员工之间 老师跟学生之间 不过 对于西系的这个控制 它不是只是监控成人而已 对于孩子的教养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变化当中 因为竞争 使得教育的规范 规划 规范跟规训 越早开始 幼稚园的小孩子开始乖乖地坐在那边 可以学习五十分钟才起来走动 我记得同天我们讲小孩子 你们俩真是暂时十分钟左右 现在的话可以延长到这么长 幼稚园就好好坐在那边学英文 或者学美术 或者学化学 准备 要在考试当中 表现自己很成功 台湾的国教 目前新的教育部长上海 即将要延长到十二年 换句话说 学生要留在这样一个规训体制 校园就是规训体制 在校园里面的学生 其实是被当成一个特殊的人转被管理的 那这一期学生在规训体制的 流流时间变长 就越没有息息的空间 因为你要读书 你要准备 你要努力 那个管制会越来越严格 玩作为只是纯的 愉悦超越实践 自由 越来越没有空间 时间 心力 因为小孩子 上完了又回到家 说好累 没有力气玩 我前两天跟一位外伦教授 吃饭吃饭讲饭 他就告诉我 他最近我们学校在讲 Cultural Literacy 那我们其中那个 Literacy 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小学的阶段 就是How to play 你们有一个人笑 最早是你们没有听懂这个笑话 所以我们要去教小孩子 How to play How to play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要教吗 所以就是漫无冤迹嘛 就是随便嘛 我一直脑筋去想到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就乱玩起来了 我的想象力可以把所有的东西 转换成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那想象力是突边无际的 可是现在的Literacy说 I want to teach you how to play 根本可以想象他的play的话 一定是instrumental 一定是要达成某一种创意的结果 一定要做出某一种成果 一定要 solve 某一类的problem 才可以的 那这一类型的教育 刚刚讲How to play的时候 已经完全defeat the purpose 已经年来那个play的那个自由 那个超越的那个能力 完全不见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cultural literacy 就是趋向这样的方向 所有的事情都要被schematize 要规划起来 要照着某一种方式去进行 不过还好 我们还有一些空间可以细细 所以在学校里 管到你人上课都不能做什么事的 上班都不能做什么事的 在网络上面 你就看到各式各样 有的时候你看到都会吓一跳的 各种的试探 实验 办妆 模仿 创意 恶搞 玩弄 在网络上面非常非常多 不过同时你们也知道 也有很多人在看网络 监督网络 透过这一些放在网络上的东西是抓人 放上网的这种自由自在 狂想裂天 其实政治在现实中没有 你说网络上怎么乱成那个样子 这些新的现实当中一点空间都没有 因此才在网络里面 alternative space 里面去创造那样一个可能的空间 好 在网络上面 我们使用的是各种不分真实和想象的存在 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想象的空间 所以你在网络上面 我们常常说 我不知道在香港是不是这样 在台湾的话 就是每一个正妹 都还有另外一个素颜的那里面 也是不可以看的 每一个正妹都自己画好了 然后有硬的角度 手机照 眼睛都大大的 嘴巴丝丝的 然后每一个正妹 有每个不得了 可是素颜的时候都是很 很 不能够摆在一起 这种不分真实 那你跟他想说 这个是假的 对不起 那个也是他的真实的自然 他的 public face 是这样 他的自我的呈现 他想象是这样 所以他的自我创造之后 已经不分真实和想象的存在 其实是抗拒了这个社会说 定位你就是个恐龙 恐龙就是仇女的意思 你就是个没有空间 你不可能好看的 可是他可以透过他的方式 去把它呈现出另外一个 他想要的一个自我 在网络上面 这样一个空间 是超越现实的 是超越局限的 是西系的 他来抵抗我们这个西系 那当然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 当代的科技 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 创造出一个自恋的这个经济 特别在我们现在所看到Facebook 这一类型的社交网络里面 看得很清楚 就是自恋主题是哪一天上网 我今天吃碗面 哎呦 照一个 谁照一碗面呢 我就把他撞群 没有说这个朋友的资讯 我就不要了 因为我不想吃到那碗面 所以太多了 我应该再看好了 然后呢 我在这边到什么地方打个卡 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看到了什么人 我也讲一点 外在世界 请不被纳入私人生活 而这样的私人生活 被放到网络上面 透过社交的这个软体 去公开跟大家分享 其实是没有内外之别的 没有私人的与公众之别的 在这上面一起流动的 就是这样的资讯 这样的自恋主体 也不觉得说 我需要做很重要的一个区分 另外 因为这种传播媒体的发达 所以事实上 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的网络人生 跟他的上班啊 工作啊 下班的时间啊 这里面是没有所谓的区别的 因为他每一个时刻都在同时进行所有的事情 一方面在写论文 另一方面也在打直骂笑 比如送信息给那种很想要认识的人 一方面在贴什么东西给那种人 我们同时在做 因为multitasking就是这个意思啊 多量的工作 无论透过怎样的资讯管道 我们可以同时去进行 而且这同时进行的 又是社交 又是翻卖 又是求偶 又是广告 已经分不出来什么是严肃的 什么是正经八百的 什么是轻松的 什么是稀奇的 整个的同在一起 那个整个的精神 在我们这个年代 透过传播媒体系 有这样子一个发展的现象 一旦有这样一个发展的现象 在发生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看到 CP越来越面对一个张力很大的世界 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productive的这个部分 就是在一个生产和竞争非常强的年代当中 跟CP之间会产生张力 那同时我们也讲的第二部分 就是在一个非政治化 大家很自在 可以玩耍 可以开玩耍的年代当中 西纪还是被放在某一条线之外 你还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线 越是非政治化年代 对于那些超级性性性性性的 反应出更强烈 越觉得说 你怎么会跨过这条线 有那条线反而更清楚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能讲 有个例子比较更清楚一点 在非政治化的年代的时候 当我们大官我们的老板都可以 这个恶搞模仿 你知道每一年台湾的尾牙的时候 年中的时候所有老板都要打扮成那一年 最夯的最流行的人物来表演 愉悦他们所有的员工 政客老板都用这样的方式来清理 看起来好像是很正代的 可是事实上 你看到这个 这个是台北市的一个 十二个小学校长 他们在放暑假之前就说 同学们 你们如果在暑假里面读完十二本书 我们校长就跳天鹅谷给你看 鼓励学生读书 他们就跳天鹅谷 然后这个一跳出来 日创意 很非政治化 当然马上就会给亚马 因为就是说 校长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能求吗 这是另外一个 启治学校的校长 他做的事情是 别你看不清楚了 这个 他是在一个绿色的Mass 他是在一个电影的Mass 然后他在表演钢管舞 他在那个钢管舞台 学校校场 操场上面 因为启治学校的学生 老师说 我们那边校信 我们大家都扮装 校长就扮装成钢管的女郎 因为这两部是很常见的 面会里面都会有的 所以他就用学校的旗杆 当成这个钢管就跳起来 然后当然也是 哦哦 就是我刚刚并讲的 在非政治化的年代 当人好像有很大的 清空的空间的时候 反而对于性的息息 对于有性含义的息息 有一个很清楚的线说 嘿 你过了 你过头了 你过分了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线 嗯 现在我想讲的是张力 就是说 我们一方面 有非政治化 一方面好像可以恶搞 一方面好像很轻松了 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 扫手团体 会透过教育 透过媒体 透过这样的宣导和立法 这种 我的underline叫强力管道 强力管道就是 它有约束性的 有规范性的 因为当你做到立法这个层次的时候 那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你做某些事情 还是去法的行为 保守团体就透过强力的管道 然后是说 又要保护儿童 例如我校长不能跳天鹅湖 不能跳钢管舞 这个不行 要保护儿童 所以我们要献说 这悉悉 基本上是不得发生了 那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中产价值 某一种很严谨的 很拘谨的 the sweet charm 非常严谨的 对自己很自我的 克制 很压抑的 这一些中产价值 其中有两个特别的 一个叫做禁群 禁群是什么 就是做正经事 不要在那里做无聊的事情 不要乱看电视 乱打game 你要做点正经的事情 要读一点名人传记 或者读一点可以立志的东西 所以这种进取的精神 他才看到欣喜的时候 会说 哎呀啊 你这个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一点建设性都没有 而中产价值里面 另外一种拘谨 有一种抉择 某一些事情不能够表现出来 例如你对我的身体有兴趣 或者你想要邀约我做什么 最好说不要太直接 不要太轻松 不要太黄色的表达出来 中产价值的这种具体的话 就会把那一些表意 一些性的expression 当成是恶意敬犯 骚扰我 你是骚扰我 这一些中产价值的表达 把嬉戏降落到人的浪质精力 恶意敬犯的意义的层次上面 形成了我们作为有越来越严谨的社会氛围 各位要注意 这一些严厉的反应 几乎都跟性有关 特别对于性的吸气 整个社会形成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态度的淡淡 换句话说 我们都已经松弛了 我们都已经非正式化了 我们都让你有这么大空间了 你怎么还要搞这种下三弹的东西 不正确的事情 已经非正式化了 你就不要再这样的震惊了 你就维持在这条线 静的吸气成为静觉的目标 我在这里讲文明化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信心的话 可以去读跟Norban Elias相关的副作 因为它在Civilizing Process 这个欧洲的文明化过程的历史描述当中 去说明了一些情感的诞生 中世纪已降的时候 欧洲从武士社会 向公平社会的这个转静的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当中 其中一个面向 就是逐渐的提高了 对于暴力 对于性 对自然功能的一种 羞耻和念慕的情感 在武士社会的话 它不一定要这种情感 因为大家就拔刀出来 大家就到 Justin和Civil上去对打就好了 可是在公平社会里面 大家都不能再戴剑刀 因为它危险 大家都不能再互相吵架了 我们大家开始用Manners 我们用Educates 用各式量的礼仪来表达 我是比你高一等的 然后在这样一个和平的状态下 才可能形成后来这个绝对军营文字 这是一个社会结构转型的情感面词 它在情感上面一定要形成某一程度的文明化 才能够形成公平社会 就好像今日 其实一定要人民引擎形成某一程度的文明化 不再是随时随地动手动脚打人 这样子的社会里面才可能进行民主制度 用民主制度什么 这个是在文明化的理论当中很重要的含义 因为今天没有太多互讲 如果你想要今天的话可以第三个演讲 第三个演讲说 我会比较多讲这个互相 那这里特别挑选的三个要有厌慕情感的表达的 就是一个是violence 暴力 那就是刀劲 因为要从古式社会转向公平社会了 第二就是性 原先的话是当众大小便是很常见的事情 你们如果是看Alice描述的说 宗志记得要坐下来以前 礼节书上的时候 坐下来以前 其实注意看底子上不要有不结的东西 懂得意思是什么 这上面是 人们是常常大小便的底子上 会觉得怎样 这个好像我们小说 幼稚园人都常干这样子 后来我们就被阉割了这样一个 可以随意放屑的能力 好 那自然功能 那些东西是什么 屎啊 屁啊 妙啊 周星驰最爱的那些 不是我最爱的 我之所以崇拜周星驰 就是因为这个屎妙屁的文化 在他的手中划分到极道 好 我们逐渐的 Laius在描述Sigualizing Process 他指出来就是什么是Sigualizing Process 不是说只是有一些仪态 不是有一些动作 有一些领道 不是这样子 而是人自然在里面 在自己的里面 会形成某些心态状态 去厌恶某种 我总是说我看那边 有人在这样的小片 我就不能看 或者我听到有人在放屁的时候 我就要假装没有听见 而不能说 你有一些面对着 拿出方圈的时候的某一些表达的方式 你表示说 我是个文明化的人 我不会这样子很粗暴粗野的表达 这样子的一些羞耻的 厌恶的这种情感的生产 是Sigualizing Process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正是因为你厌恶了暴力 所以你不喜欢暴力 这是你厌恶了这个信 所以你就不要再看待自己了 这是你厌恶了自然功能了 所以你每次都假的剃 不要乱放 免得屁出来 也会应该觉得你这个人很没有自制的能力 一样的 大家可以想自己身上的说 你几时有痛快的放过 你就会知道你文明化的程度有多高了 好 那此刻的台湾的文明化的过程 我觉得跟Layas描写的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文明化过程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但是有一些不太一样操作的方式 那我认为台湾的文明化过程的话 它特别集中在信用物名 因为暴力这个已经是现在我们已经 武力已经集中在国家手里了 台湾有枪刀弹要玩礼办法 大家都不能拥有武器 除非用刀啊什么的 但是一本上来讲暴力集中在国家的 军队的手里面 警察的手里面 因此不要担心暴力了 因此我那个痛恨的 讨厌的 忧实的这种情感 就会针对后面的 那自然功能这个部分 在我们的国民中国区域治安也都交过了 也都慢慢的在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上都消除了 这是我在第三个人讲的会讲到的 闭口闭口 所以现在的话 你看到最重要的针对性 跟性相关的东西呢 有非常强烈的羞耻和厌恶的情感来表达 然后呢 最跟中式时代一样 就是他透过媒体的操作 去形成强烈的情趣 不单单只是休止艳怒 现在在台湾操作最强烈的情趣是 是 激怒地愤 很容易就生气起来 你看马西亚的这个事件就是 马西亚的事件出来以后 大家就哇 每个人都喝到他死 这样子 如果他在我们周围的话 那就真的就要把他踹死了 所以这一种强大的愤怒 而这种愤怒 而且往往是团结起来的 中式系的那些羞耻厌恶是个人 是个人表达的 我为了要表达我的这个 天气成分跟你不一样 所以我可以表达出来说 哎呦 我看到蟑螂我就晕晕倒 我闻到大便臭我就受不了 哪像你你都喊到他吃吃下去 之类的 这个 这个 是一个个人表达他的阶级差异 可是在台湾的话 现在是停水 就是人民聚集在一起表达 过去老鼠我帮大家喊打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这里的文明化的 已经被操作到另外一个层次去了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说 这些操作的层次 针对西系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消灭那个西系 他不是只是说 不准做而已 他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第一个当然就是法律 那下面我会给你很多很多 跟台湾跟这个消灭西系相关的法律 另外就是这些法律怎么来的 这些法律的推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团体表达出来极大的正义勇然 就是说你看 你们都没有觉悟 社会都不知道我们一次会已经 这个这个 堕落到什么深度 然后我们直接跳出来跟你讲说 小心 这样一个图画出现在电视上面 会腐败儿童的心理 或者说这样一个活动 如果不骂的话 他会死的全校的孩子怎样 有一些正义勇然 这种正义勇然是一种很有趣的状态 他的那种阶级的表达方式 是用道德的层次来表达 就是我很敏锐的看到我 一些事情不该有 另外还有就是那些越来越普遍的 我们台湾的银幕上面的马赛克 传达了一个戒备的心态 银幕上的马赛克出来的时候 其实很有趣的 你们我不知道想想是怎样的 在台湾的话 我曾经看到过银幕上面打三次的马赛克 就是画面上面很多东西就是不能让你看就对了 那个马赛克频繁到一个程度 整个画面是吃力破碎的 不知道在干什么 但我认为马赛克是什么 马赛克其实显示了 他希望你有一个戒备的状态 说这个不可以看 这个不可以看 例如 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名模叫杨景华 然后他就这张照片 打上马赛克 书前大概是没有穿衣服之类的 不 结果是因为他抱着一些肉色的小果 你只要打上马赛克 人们那个想象力的发作 所以这些马赛克文化是很有趣的 他告诉你说 不可以看 其实你正是想象力发作 因为马赛克就暗示了你 你可以凭空想象 很多很多可能性的这个 我没有把原来的照片给你看 因为我拿不下来 我会回家研究一下 怎么样把人 他有一张原始的 后来就用马赛克上 我其实在那个整 如何制作马赛克的那个 网站上找到 觉得蛮好的 可是这种戒备心态 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不可以看到 在媒体上面是很常见 的 例如 我人生当中第一张照片 就是两脚开开的照片 真的 那给你看 现在 我人生当中第一张照片 嘟嘟的坐在那边 两脚张开来 所有的 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 都拍过这张照片 另外那张照片 是告诉全世界的亲人说 我家生的一个小孩 他是男的婚姻的 很常见 没有照到那个 才是很奇怪的照片 但是这照片小孩在干什么呢 就是可爱有点黄吗 当然要照全身 而且一定那个部位要被看到 这样的话就已经一张照片 讲完了所有的事情 像这样子的马赛克 在台湾这样很常见 就是婴儿的照片 也要打马赛克 婴儿的赤裸照 不可以上网 上网的话 那叫散播威胁 真的 真的 是有案例的 然后像这一类型的照片 在营物上出来的时候 一律打马赛克 令人们很怀疑 这小孩是出了什么问题 好 我刚刚说有法律 来消灭信息 什么法律 刑法 234条 当然那五条 你知道有裸露 有暗示 这就处罚 千万不要小看 有裸露 这就是可以用刑法 来对付你的 还有呢 儿章性教育防治条例 你在网路上面 如果开玩笑 言语玩笑 试探 恶搞都会处罚 我改后给你们多例子看 你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儿章性教育条例 是这样子来使用的 看他的名字就知道 他是防止儿童与少年 能够涉入性教育 那重点就在他什么防止 好 下面还有就是性骚扰 防治法 以后呢 调情打替 打替 打替 随便开玩笑 调情打替 玩笑 搅闹 实妙主体觉得不舒服 我说 台湾的话不舒服 台湾有一种特殊的讲法 不舒服 对 没有讲说 哇这样我不舒服 然后呢 就是构成性骚扰 你们都知道 这个 这个性骚扰 条例在校园里面实施 所以这里面 校园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监控机构 所以老师呢 现在在校园里面 课堂上面里面 不能随便假话 不能随便秀 中世纪的融入的图片 都要小心 非常小心 如果教某类的教材 秀了某类的照片 或者秀了两个男人 打搬的照片 对不起 万一下面有同学说 我看到你45 那你就受伤了 真的 生效人里面 也是可以去投诉 到的 儿童地上 你全力保障法 是其一月份 刚刚改过的 我这个到第三个人讲 我会讲这个部分 因为第一个人讲 不能包含太多东西 好 西纪在这个法里面 全面规范 就是要由一个 统一的中心来决定 儿童的游戏 应该怎么游戏 应该有什么样的缺险空间 哪一些东西可以玩 想到这么可怕 就跟刚才讲的 EVERS里面 还包含怎么样玩 一样的意思 好 那通常来讲 如何阻止玩的扩散 目前在台湾进行的 两个很重要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要有话 就是当我们听到 有人在西纪 有人在玩 有人在西纪 西纪的时候 媒体基本上是 非常非常苹果化的 在世界香港 苹果的这个报导风格 基本上在台湾是 非常非常影响力 很大很大的 你看这个邪体字 就是那几个字 就常常出现 银啊 爽啊 嫩啊 爆啊 色啊 猛啊 那你不要以为说是 那种很小的 五岁 六岁 五岁 二十几岁 也可以称为嫩 只要跟他相对的那个人 比较老一点 免疫的用词 非常的灵火化 很耸动的 然后灵人的用词 说这些活动的时候 都会有些comments comments就是 无法无天 那不看入墨 夫妻败话 商贷效益 特别是学生在做这样的事情 或者军阵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一个是透过媒体 将他妖魔化 另外一个就是最终化 刚才我已经讲过 很多很多的法条在那个地方 守着 你不但不能自带的玩 而且你的玩 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然后让别人被模仿 换句话说 我自带的玩 我拍一张照片 放在我自己的网路相簿里面 也不行 因为这样有可能别人会看到 你说我已经加了密码 他说对不起 嗨客很重要 可以帮你再杀进去 所以只要是有 对不起 就要发 这意思是说 我不但我不能做 我就算偷偷做 没人知道 我也不能够宣传 我也不能够放在 也不能够记录 我也不能够让别人分享 因为所有的这些资讯 都可能带换社会 俗子玩的扩散 就意味着对资讯管道的严厉控制 可是很有趣的是说 通常那个静静越严格的地方 玩得越开 到了特定的时刻的时候 通常就会玩出来 然后这些玩出来以后 万一有留下照片 在自己网页上面分享之类的 然后被一些无聊的人找到了 然后媒体和保守团体 就会把这些特殊的 这个时刻的东西 拿出来 大一个新闻 好像他们天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时时都在做这个事情 多可怕呀 淫乱呀 然后 于是顺理成章的处罚管理 就来了 例如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台湾的最近这十年当中 一些非常重要的 我称为叫做建构精工氛围的体系 就是大家 建构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新闻一出来以后 今天就是台湾倒海 你一爆出来下苹果头脚 一整板 照片放很大 然后出了很大 营床这种事情出来以后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 然后所有的媒体就来找你 好像牵嚇到没有别的事情 那个台湾倒海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压力 谁知道没有打包关心 很大很大的压力 那这一些事件 怎么样被报道 报道以后有什么样的下场 形成大家怎么样的一个 前驱之见的那个心态 这个是我最有兴趣知道的 最有兴趣继续观察 好 例如 特殊时刻的时候 人人往往可以放松 哎 这已经是我 我上大学四年都没好好玩 毕业前去闹一次情嘛 好 这也是一个高宫 二军三年的时候 南港高宫的男学生 他们在毕业前夕集体在教室里的西套 演出用皮带颠打 这个有什么西契啊 他们不是常常打来打去吗 打一打打一打 然后就是这个之间被叫做 士尼面戴 然后呢 脱裤子裸露器官 这好像男生也常做的事情 有什么大了不起 然后玩的时候呢 就一个接一个 排身一排 每天都把那个屁股 被整个人 那器官放在 接在前面一个人的屁股上 做出钢椒的动作 注意 做出钢椒的动作 不是钢椒 是做出钢椒的动作 就是那个posing 大家排身一排 排身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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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吸到同学 就怒吟 然后自己分享 可是自己分享 你也知道吗 很容易就到别人那边去分享去 然后这些所有的人大过去分 当时的辅导组 另外一个学校的辅导组问他说 近年男学生常常好奇心驱使 会做出这些太过分的事情 建议各校要对学生加强 注意看下面 然后让加强推倒什么 宣导性别 宣导性别 他们在那边跟这样 宣导性别 是宣导什么呢 然后身体意识 奇怪了 这身体意识要宣导什么呢 然后下面的嬉笑才会慢慢落出来 然后鼓励男学生 有心动有动 有心动 消耗多多鼓励 多切成大自然 还要健康身心 老实健康态度 你还没有也可以 因为这些男长高工就是男小 然后男学生在那边做出动作 不行 这是同性认的暗示 所以我们要 我们在这样朝鲜之下 可以容许他们交交女朋友 平常是可以的 既然这样都搞起来 我们就让他们交交女朋友 你们看到整个这个事件出来的时候 毕竟是会带到一些东西 那那个宣导性别 要宣体意识 非常非常有意思 一遇到有那种信息 即在跟学校相关的 或者军队相关的 那种集体的抢阁当中 后面都会说 我们要宣导性别意识 这里面的文章很有趣 你说他到底要宣导什么 好 几个例子 军校里面 2004年的时候 中正理工学院有六名学生 也是毕业前 毕业前 竞争活动的时候 大家就脱裤子 裸体脱酱油 脱了裤子 抹了酱油在地下爬行 玩嘛 玩就是 你说他要干什么 就是脑筋已经受到 你随便脱筋一直很影响 因为你没办法去享受这样的玩 这玩就没有什么意义 他就这样玩了 然后呢 最后 稍微为了回忆军校生活 军校生活的一个部分 完整个拍 把这个照片上网 然后 很不幸的 就像传来传吃的过程当中 被抓到 而且是过了好几年 过了好几年 那时候 这个新闻爆出来的时候 学生已经毕业 无法处置 但是他的直属长官 要积过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像这种新闻 一爆出来以后 后面都有一大堆 修后算账的措施 然后在媒体上面 人都搜索 这是谁 他住在哪里 他现在什么状态 他们就活不下去了 再看这个 有照片回正门 下面知道 那个是哪里等等 头版 头版 有点好玩的意思 彼此 他们就大玩 就比方说 彼此拉褲子 说褲子 真的觉得 学生时代真的很常见的 在校园里面 也常常被拉褲子 骗裙子 这常常有的 可是现在的话 大家都开始用个非常严肃的眼光 来看 老边脱掉 或者是破大的那个像这里 就是把他被托拉下来 然后大家就在一起笑 把这张照片也上完 然后也就被抓到 所以以后我们就在想了 如果有照片要上哪里 很困 放在自己硬碟 也很怕人家被骗着 好 不断军队有学校有警官学校有 1907年自有爆料 是刚刚又上头版 远景章都就到警察学校 迎新宋救的时候 有玩这个游戏 请注意这一张 的抛困相片 所有的点号 都是他们照片放上榜 那时候自己有标题 你说标题 又要写什么 写某某人的名字而已 都没意思 当然要比剧情描写 再干什么 以酒 临叉屁眼 棒打小鸟 等集体的吸血 因为照片他就这样写了 同时还众人为官拍照 无人自知 那校园里 这个新闻报道就说 你看警校里面处处天公 这四个字当然是记者指的 出现什么呢 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招式 我就不知道要跟你们一个解释 因为感觉挺好玩 双手发展都是比较容易走 集体强桌楼下集 大家都桌楼下集 水管阿鲁巴 知道吗 阿鲁巴是在台湾的男生当中 常常玩一个游戏 就是 四个人 把他四手拉起来 然后他跟他去撞住 你们又学会的玩这个 水管阿鲁巴刚刚就去撞住 你们也有 我去撞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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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叫阿鲁巴 我去撞住 我是不是阿鲁巴 然后一边还不说 这你我不是阿鲁巴的意思 那还有就是 一勒粉地骨 一勒就是肌肉 肌肉痛的时候 粉就没有药 很多是蜜在里面 碰到地面 请自然提醒来看那片 都没意思 糯米糖 糯米糖是台湾的一个小吃 去的台湾都知道 这个没有怎样 下面 穿着景观处 制服与顶楼阳台猥亵 你要知道 如果穿着制服 大家就像站一台这样照 也很没意思 那种照片 无聊 这一制服干嘛 穿着制服做一些动作 在阳台上做出猥亵的动作 这些不养难堪的镜头 然后大家玩得非常开 没有任何人说 哎呀我受害啊我怎样啊 大家玩得很高兴 可是这样的照片上来以后 当然记过记过记过 这一位很惨 是个女士 我们常常都讲说 女生在军队里都是受害者 对不起 这位没有 她是连长 然后开竞争会的时候 因为她跟这个附属关系很好 所以大家闹完了 闹完了以后呢 就说你打哪班 所以就从上班到下 这不同的人分 这是不同的人 看得出来啊 然后还有男有女 这个又更严重了 就是你分一个还可以 你分这么多个 而且有男有女 这不是淫乱吗 因此多达九名男女士官大到 这个楼帽舍尾照片上 然后记过 没有一个人去告说 我被决想没有 只是因为照片存在 所以就觉得说 这个破坏了军队的形象 记过调整 你可以注意到这些新闻这样 每一个出来 然后台山倒海的媒体风势 然后最后有一个很遭到的下场的话 这个其实是有寒寒效应的 在这里面很明显的一个操作方式 就是把私下的信息去 拉到公共空间去 而因为它这两个非常不同的脉络 这个差异和冲击 不单单使得这个新闻 有苹果的冲动 因为本来人家就是私下玩的东西 你把它拉到苹果的头版上面 就会有那个冲击的效果 觉得说improper 不应该 然后呢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使得大家感觉到 那个公共空间里 就是不应该有这些东西 容不下任何的性的表现 从今以后 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 你们如果两个要舍会 要什么之类的 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子的效果 就是一种社会性化的效果 因此每一次的事件 其实都把 尤其他一直从前讲过的 羞耻的一个门槛 再往前面推进了一个 过去 我们听到有人阿鲁巴 我们就一笑自知 现在我们就说 啊糟糕 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现在的话 校园里面如果有阿鲁巴的时候 目前被挂上去的名号 叫做霸凌 校园霸凌 可是你知道 从前很多所说的阿鲁巴 大家是一起笑一起闹 你如果说真的 我是万吞不愿意 然后被人拿来去撞的话 那你说我去告霸凌才可以 可是现在是说 我如果看见有人阿鲁巴 我都可以去告霸凌 他们自知自愿是扔得完 笑闹的一塌糊糊的 也一样都在霸凌了 过去一笑自知的东西 现在的话大家自动看到 产生不安 这是我一直要讲的 那个情感上的转变 就从前我们觉得很多事情 没有怎样 其实可以被个人之间处理 但是现在的话 大家好像都觉得不安起来一看 他们觉得事情是要做什么事情 处理才行 这个情感结构的变化 其实是主体的改造 在整体上来讲 也会改造这个 这个社会的整体的氛围 就算上述做的事情 你们看到蛮怒骨 都有性交的 或者什么刚交的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就算说今天有一些细细的活动 没那么耸动的内容 可是还是可以被营造 成为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 例如 对 2001年的时候 新大交大举办千人接吻大战 各位可以看看这个接吻的姿势 其实还蛮有创意的 大家都想说 竟然有这样子的姿势 还以为两个人去让站在面对面清就好了 结果没想到 是用这样子的姿势 因此 2002的教育部就发文 各大专业校 签识教育部 要求各籍学校 引号加强道德教育 要避免办理这种 千人接吻三类处赛炒 当管秀等等 商风办事 接近性暗事的活动 你们看到他针对的就是这一类型 包含一些性暗事的东西 还文化层次比较低的 像当管秀这样的东西 教育部会发正式公民 点名不准办 这样子的活动 也就是你原来有一些很轻松的 很玩耍的事情 不可以 各校情人接受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干什么 我们那边的话 也许是要送草莓 也许是要送西瓜 也许是要送巧克力之类 之类的 就是同学之间送 那其他交换就是 我们来带个千人 借我比赛 结果从你以后成为绝想 还有呢 就是学生 我刚才已经讲了说 制服是一个充满了压迫经验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在特殊场合的时候 人们都会用制服来做一些兵库的活动 像那个毕业的时候穿着制服做武器的工作 穿着制服做出性交易工作 其实是对于过去的压迫经验的一种 一种翻转 然后让整个原来压迫的痛苦和挫折 找到另外一种愉悦出来 2003年的时候 这个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 专校的女生她们穿着的制服 可是每个人都解开来 露出了里面的不同颜色的内在里面 请问她有露任何部位吗 没有 你只不过看到了 这个可能台湾叫做事业线 这个越深呢 事业就会做得越大 然后这一群女生这张照片 后来也是有透过网路传 传了以后呢 就被辑过 我认为台湾如果要写 女性身体自主的历史 这一笔是会不会不写的 因为我认为她们就是先烈 我们的女性主义者 很少做出这样子 冲破身体进步的事情 但她们做的 因为她们显示出一种 对于身体的自在 是我们的女性主义者教授 完全做得到的 而且这种照片各位 叫我问到很多嘛 对吧 多半都是 手指头手指的 再放进去 要不要就是读解 常见的 2014年的时候 台北有一个华干艺校 学生也是穿制服 然后玩国王游戏 你们知道什么是国王游戏 国王游戏就是说 我是国王话 我叫你做你叫做床 那当然我如果叫你说 几率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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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指示 这种很逊的国王才会发这种指示 几率坐下而已 所以国王话应该都会想一些 比较边缘游走的 举动 像这种 谁要清谁 谁要选谁 龙暴 这样子 结果当然 这个学校变成绝点 退学 你玩这个游戏吗 你戏戏吗 这个戏戏里面 戏戏戏的暗示吗 退学 好 这个的话 最近事件我还是稍微涉及一点点 2014年的时候才给那个 林总监大学 有位学生就被人家打赌 打赌人家输了 他原来打赌的时候就说 我输了 我就六秒 六秒的意思就是说 漏下去跑操场 那学生嘛 就堵什么 我堵二十块 那有什么意思啊 吃一碗面也没意思啊 就堵说 堵了我就怎样 他就说 堵了的话我就 我就漏了 跑操场 然后他愿赌不出 他就跑了 那一天 有很多长生的学生 就跑去操场看 然后有些人 也有牌照 这个消息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的话 当然就被所有人说 哎呀 漏 这个六秒 各位 这个跟校园里面 孤独狂过来的六秒 是不一样的事情吗 不然就是 就是 你们大家不想看 然后我跑到前面来 哎 可是这边的这一位六秒侠 当时他的外号 就 后来被称为那六秒侠 不是 第一个 他这个一盘一不一样 他不是要露给你看的 他是输了以后 我做一件事 而且他选择是晚上 晚上在漆黑的操场跑 因为操场没有灯嘛 晚上在操场跑 这个还不行 结果还是上媒体 然后还被爆得很大很大很大 当时我们一听到校园以后 我们就动点一些学生 我们就开始在网上去搞联署 就是联署支持 这个六秒侠的行为 说这样子的行为 不应该受到校困的属性 结果被问是 两大过两小过留调查案 几乎你再有点点小事就滚蛋了 这一点小事也是轩然大的 我一直要强调讲就是 性的息息因为性的公民 在媒体上处置的时候都是很大 然后这个很大 就造成了民众的情感上的活动 不妥 不妥 这个不妥 后来事情完了以后 惩罚完了以后会沉淀 这个沉淀会使得人 越来越对性息息心有见底 好 那这个世界就比较好玩了 2003年的时候台大少方 发觉常常男生宿舍有女生出现 因此就说 好我们要加强抽检 就是由宿美师到请示来查 客主男学生在校内宿舍留宿女生 结果呢 这个政策一出来了以后就有学生 我觉得这是一个玩的很有趣的一个做法 有学生呢 他刚才就张贴海报上去就是图片里面那个海报 而且他还制作一个一个人一个人高的假洋具 很大的一根洋具 然后还照片 照了照片以后再放在海报上面 他就跑到这个building门口 把这个放在这里 然后照完以后再把他放在海报上面 然后先去贴 那有趣的是说 他贴了上面鞋的小 字很小 跟那些东西 要求还我宿舍打炮钱 在宿舍打炮的我们的好处 一宿舍打炮治安好 教官看门有保障 二盛房偷拍好习惯 因为在雨碗里常常有人装针孔偷拍 醒自打炮不危险 因为其实没有人要装针孔 宿舍床位架低廉 警惕不好多神奇 衛浴设备封免费 只有套子要提问 很有安全事情 我的意思吧 注射时间大家轮 天天中狱会双双 所以还有后面有很好的道德教育 倒是说不要天天坐 轮流坐就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玩 就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侵入领思的 罔顾大学生自己人的 这样一个法条 学生可以想出这样一个文化的成果 然后来加一种事情 这个很好玩的东西 就说大家学校就是抓来到去 就希望能抓到 后来是能抓到 很希望能抓到一个学生 然后给他一个大定罪 因为这个对于学校的求人来讲 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种玩我也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可是在它被呈现的过程当中 金弓之鸟 风声鹤唳 大家都觉得快要被抓了 其实香港也有类似的那种 比如说的社会事件 中大学生报刑则版 教查教查 大家要问问看 你对什么有什么意见 这年中谁要问 你什么东西西也有什么意见 孤明西喜欢你是MOOT 就是可不值得讨论的议题 大家如果问 你对这个有什么意见 你对这个有什么意见 当然都应该问 所有的东西 问意见就是所有的可能性 都要问 结果就被大扫 真的你们很熟了 但是我要讲的是 当时这个事件出来的时候 也可真的是风声鹤唳 大家都很怕 都觉得学生要被太平了 都会觉得中大名利赏地 之类之类的 可是在那个时候 民群勇敢的人 宝瓜 林南大学 文化研究室 就有陈静汉其他团体 一直到东西法院 您会顾名审财处去 参为人论自由 去抗议说 你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个版面 拿去送审 而且还会审出来说 他是二级不雅 各位 我刚刚讲的那一种 排山倒海的媒体的污名的 谴责的那样的压力之下 还有人有这个勇气出去 给你们林南大学自己鼓掌 小伟就是任何良心得战 你们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是值得吗 这种事情值得 要动用司法的权力 动用那些 当时我听说 好像学生如果是 一两年的同行 要入狱 值得吗 这么一点小事情 要闹到这样一个结果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 越来越用这样子 排山倒海的方式来处理 而且用司法来定罪 为什么 这是我这一系列四个人讲 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 强烈的反应 而这样一个严厉的处理 好 那刚才我讲了说 资讯的管道是要管理的东西 最强烈的东西 在台湾的话 网路的管理 甚至到达这个程度 勤募网站是因为很大的一个 service provider 然后勤募网站说 以下这些知识 就是三型的照片 然后有明显的性爱知识图解 所以性交易都不能做了 刻意用手摸胸部摸下体 那各家什么照片不能做 刻意用手摸下体 刻意用手摸下体 所有的事业线统都不能进行 因为没有办法去讲这部分 然后这个所有的 球赛的时候 球赛的球员 足球队的球员 穿着裤子 中间都那个 那种照片也不能放 我有个朋友 专门在网路上 放这种照片 没有做任何东西 只不过那边又很凸 就是这样 就是他的抗争方式 情统网站说 比这样的照片不可以贴 女生穿内衣不可以 男生穿内裤不可以 那照片说不要穿吗 女生比自己有衣照不可以 男生有裤照不可以 衣服照不可以 衣服照不可以 用毛巾内衣物遮蔽身体 也是可以 这个是在情统网站 首页上面的规范 因为当时 就是警察查网站 查到一个程度 就是任何的这种 这一类型的照片 他都是我贴到 然后做网站 就要联络 所以情统网站 只好自清 就说这些都不准 算 可是其他人 看这些人都准 我多找一些小朋友 这也可以 这也可以 这些都是可以的 真奇怪 好 当时在网络上 抓最凶的 除了这些路股的图片之外 也抓蚊子 蚊子 所以没有可以看身体 什么都没有 蚊子 那你说那是抓黄色小说 不是 不是黄色小说 而是某一类型的言论 这个言论 当然跟这四个字很有关联 就是圆柱交际 1999年 这一个字 进入台湾以后 非常地轰动 因为他网络上面 所有的一夜情 都改称 圆柱交际 一夜情很无聊 听起来很 一夜怎样怎样而已 因为如果圆柱交际 充满想象 不知道谁圆柱谁 交际谁 有很多 而且他家人是一等来着 对于年轻的哈尔子族来讲 他是凌复一种 浪漫的想象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 用圆柱交际这种方式 在网络上面去交朋友 好 这样子的一个风气 立刻受到逃守团结的关注 要求警方趕快去抓 1995年本来通过了一个 儿校性交易 防治条例 就是所有的性工作不能贴广告 不能仲介 等这些抓真正的营媒的 可是1999年就讯定了这个条款 其中第29条 原来说不可以广告 不可以宣传 不可以广播 后来加上一个 不可以用网络 讲道跟性交易相关的讯息 那如果说是 营媒用网络 那我说你抓他 还有点道理吗 跟原来的立法精神 没有差在里面 可是现在不是 就是网络上面 只要涵到性交易 只要暗示性交易 就通通抓 这个本人有统计 从1999年修改到2008年左右 有2万多个例子 就因为人交讯息 等一下里面看一下 他们贴什么讯息 因为这个29条认定 只要在网络上留言 不是说明白起来说 聚交易 不是这三个字 而是说有可能 暗示到 有可能暗示 人家举例给你看 什么叫做有可能 暗示性交易 就构成的罪行 可以起诉判刑 同时在网络上面 性交易 人会要不要什么什么 或者描述性机关 我七分啊 八分啊 讨论原交 好 请问人家目前有什么行情吗 你真的会援助交机吗 不是 这些都是数法 真的是有案例 我请我的助理搜寻了 700多页的案例 好 你说的完了不行 现在我们来看例子了 到底说了什么 2002年 你才是值得告诉你 原位15岁的上 你在刊登的底下的文字叫 幼稚美能 向南杀手 魅力十足 功力力流 有强烈生理需求 就因为这些字 他触犯了 而照性交易防治条例 二十个条例 有说性交易吗 没有 但是 因为他说 欸 而同期少年 在网络上面 有可能看到这个讯息 而有可能想到 性交易或元素交易 因为有可能 而这里面有暗示 所以触犯 这一位15岁的上 按照那个条例的话 事实上 应该補完以后 就是送到中处学校 这是一个特殊的收容机构 两年 如果有reform 的话 它可以被放出来 2004年 有一位新竹的硕士 他说是 我说是 事实都会安定 所以给你看起来而已 2004年的一位硕士 他有判登广告 他就在办公 就是跑到人家办公室去 然后打开把他说 征求一页情 用过的都说好 整整北部 girl 条件不拘 圆交 逗典开玩笑 勿扰 他被侦办起诉 因为大家说 蛤? 你要圆交? 然后还跟人家讲说 开玩笑勿扰 你纯心圆交 这样怎么可以 结果后来发觉 是因为他想要把圆交汉开玩笑 就不要来找我 他应该要打盾号 因为你知道 有个新入法的时候 盾号打不出来 所以他打盾号 这个案子 就叫做盾有案 就是因为他打不出盾号 后来怎么样 认识呢 他就是到达 原来的上面 那个 那个 电脑上面 然后果真去打 就是盾号出来 所以最后就没有指出他 否则的话 阅读这个的话 就会告诉你 处许圆交 开玩笑勿扰 那你平心圆交 2014年高雄国二男生 刊登了一个 我是一个 个是固住英符号 因为他不会写个 那个字 我是一个 国二学生 想要完全做爱的 只为你都知道 我们懒惰不写个 就是得 固住英符号 不知谁可以帮我 这个也被视为 触犯了 而相亲在一旁 是假的 一二十九大 就是一个 国二的男生 说 谁可以帮助我 想说 那个做爱的职位 对不起 再给人 触罚 因为是援助交际 所以在网络上面说 要援家吗 要援家吗 援援 援很多 就开始抓人 结果 你抓 我逃 所以网民的 大家也都知道 中文书打的时候 有很多选择 所以大家就是 那你抓那个援助的 原本就死定的 原好了 结果警方 就发出一个 例子 这些援都不可能 你信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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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能讲援朝 因为那个原字 也会被暗示 他会发通知 确实暗示 他会发通知 让人家说 到警局来 警局来帮助我们 征办 去问你说 你为什么用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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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那个时候 2005年的时候 我还特别办了一个座谈会 去批判这样一个执法的状态 所有的原字 现在都被视为是有罪的行为 所以这些 很有罪的状态 因为 你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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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我帮你做家事 我需要原字 这个 上面那个 原来是你做 心自处理的案例 就是这个人 他就讲说 原来是你 他觉得好玩 原来是你的原 他改换那个字 这个换字 是中文书是很常常见的 这样 这样也不行 然后这个要原吗 他说 你这个不是在讲 要原不原 或者要方的 或是理解的 要原吗 不行 你这个就是说 要不要原住交集 不单单这样子 当时我们 2001年之后 因为警方在网站那边钓鱼 就是 引试的网友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网站叫 原住交集 我们在里面就放了很多 警察钓鱼的案例 从原底上拿下来的 然后我们也写了很多 嘲笑他们的 我们就说 哎呀 从前中华民国常常 原住友邦 对 第三世界的某些小国王 这样的原住交集 其实是极以来有助 对 所以后来 保守人团体就去内政部 告我们 说我们 误导学生 对 2011年之后 我们学校还下了一个公文 然后调查我们 看我们的网站怎样 把网站绝出 学术 学术网络 让我们一年要花18台币 去租200 和Megas百的空间 放我的网站 这个帐我也记得了 总是要算了吧 因为这种 因为意见和立场上的不同 而剥夺别人使用公共自然的机会 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做法 你说你成年人 我成年人 我没有清楚到不成年的人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这位市民 女子已婚的三四十岁的人 你看他写的 我们来联谊吧 我们是联谊新天人 就是刚刚开始 男的斯文 女的清全貌美 我们非常单纯 想同观观摩 可接受爱护 然后再次情况 要不要交换办理 绝对尊重女性想法 寻找也有相同 想法的夫妻和情侣 这个也触犯了儿少性交易同志条例 你说他们有没有性交易 没有啊 性交易定义是要有对价 要有钱 没有啊 然后你说他是不是有跟儿少 没有啊 人家都讲都是成年人的 结果照样的抓 警方查获的时候 还是 然后这个法条很有意思 其实这个法条抓了以后 往往 因为他的法条规范是说 如果你触犯这个法条的话 可以up to five years 五年 你可以被关五年 只为了我打了圆交两个字 我可以被关五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disapportionate的一个法条 罪罚不成比例 我打了圆交二字就可以关五年 当时我们批了多少年 就是一直写文章 就在批判说 这个不合法律的原则 法律员自己也知道 所以检察官和法官 在这一个法条的执行上面 从里面有超过六个月的图形 最高最高判就是判到六个月 就你毫无规感经历 就是判六个月 其他的话有很多都是 嗯好 那我们给你还起诉啦 或者给你什么什么别的 但是要求他们捐钱 这两万个人 用多少钱都送到公益团体了 这公益团体 我还一直追查不出来送的哪些 我很想知道这些 喝了人家血的公益团体 这些很可怜的 在网络上打了几个字 就被货捐钱 就被捐捐到这一地方去 我蛮想知道是哪些团体 就我所知 那一些推动立法的团体 都有份 因为推动立法的就是 我们所熟悉的 哦你想知道是哪个团体吗 你是网络上看的是 哪十一个团体都控告的 他们都是推动立法和执法的 2011年 儿少福利全力保障法 原来73条 去年11月增加了143条 力准很多 我只要讲第一条 第一条 为促进儿童及少年身心健全发展 然后他们享有 士林士敬的游戏和修学发展机会 增进福利 听起来很好啊 可是各位你知道 这些团体都搞得士林士敬的游戏 是绝对不会有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游戏 士林士敬 士林士敬 身心健全发展 绝对跟我们前面的息息是对于 它不会让你绝对的不有空间的息息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士林士敬好了 儿少的生学要士林士敬 很奇怪就是 他从来不是针对你低龄 就是想说 我已经十岁了 我还能玩两岁的游戏 Nobody cares 大家甘心的都是你超人 你到往上爬 不准越界接触成人世界 而不准接触的东西 基本上是跟性相关的东西 这里面不合理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要防止孩子进行超龄的活动 不惜设置各式各样的法律 去将成人世界幼儿化 这个不准讲 那个不准有 所有的资讯不准放进去 不准讨论 我们甚至不能够讨论研助交际 记得 我们不能讨论 学者 我们不能讨论研助交际 因为我们讨论研助交际 还要被送到法庭去查说 你是真的有做这个研究吗 这个研究有没有政府有助呢 自己还是想讲 一直一直问 不许中原法律 将成人世界幼儿化 扫荡成人资讯和活动 彻底的剥夺 成人 士林士兴玩的权利 士林士兴 士兴 成人也有权利 那我们玩的空间在哪里 即使是成人的chat room 成人的网站 有设计18个限制的 有注册的 这一些所有的方式的成人空间 还是照样被扫荡 因为他说 现在小者很忠明 他们会开启进去 他们就有可能看到 网路这么大 人家就 就跑到你那里的网页去了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理由 成人的士林士兴空间 目前在台湾是没有 不可以 色情的材料是冲法 在这里的话 其实儿童权利保障法 最主要的是利用儿童 你看看这个 这条文里面有规定 儿童全面的日常生活 都要作为规范的 包括休闲他的活动 他的游戏 而且村里干事 分列为儿童少年保护 责任通报人 这个字你要记得通报 因为新的法条里面有无数的通报人被设立起来 这个村里长跟哪个邉居的这些人 他是责任通报人 对儿童相关的任何异常现象 什么叫做异常现象呢 过度努力读书 不叫做异常现象 所有的心性 所有的谈恋爱 在身体接触都要进行通报 这是里长的责任 如果被发现了 里长没做了 里长要负责 在这个法条里面 特别强调去讲说 我们台湾有五百万儿少 这个统计书是出来了 有五百万儿少 这些都是台湾社会的准公民 一讲到他们是准公民以后 我们就要对他们好好的教养 他们才能长成非常健全的公民 然后这样怎么样交呢 西系当然是全部出出门的 这个代言团体其实在这里驾驭了少子化年代的交易 膨胀了他们自己保护案团体的这个必要性 也要求全国总预算 他说我有五百万人口 台湾有两千三百万人口 那我们预算至少要占多大比例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钱有多大 为什么保守团体这么样的强调这样一个人口数 就是因为要分预算 好 刚才我讲了 刑法 儿少依赖黄色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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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解准社会空间 让社会空间正方化 正经化 正经八百化 然后让大家没有细细的这个空间 可是才有一个新调管 让人有维大细细 再者 感谢我们富裕团体的努力 富裕新的实践说 不可以讲黄色笑话 不可以记忆好玩途变给别人 不可以在你自己座位 你那半分之后 你用一个cube 然后你再上去贴一张照片 这个养眼的照片 你如果清养的话 不可以 你如果贴的话 走过旁边的女性同仁 可以投诉你 性骚扰 因为制造了 让她不舒服的空间 就是群域的空间 不可以色黎黎的看人 不可以丁某些部位 可是很有趣的是 这些规定 出现的年代 正是女性群域 最宽阔的在角线的年代 相当的失业线 像你们看过最近的舞蹈吗 年轻的女生所跳的舞蹈 哪一个动作 不是充满了性的暗示 和性的勾动的 在这个年代里面 出现最强烈的 不可以性骚扰年代 就好像说 可以看很多 认识的刺激的东西 可以吗 一点都不准动 甚至 也看看都不行 性骚扰老人 常常讲说 那是她碰了她 或者讲了什么话 对不起 她也不可以 这些新闻能够出来 有一名名字 隔壁有一个老板 长期都很欣赏她 所以当她 要走到塔腿间 或租过到厕所去的时候 这个男的就站着看 她申请性骚扰成立 社会局提醒男性 性骚扰的定义越来越严格 连性后局自己都讲 这个定义越来越严格 誓爱稍有不胜 就会变成性骚扰 色眼眉眉眉眉传情 让人感觉不舒服 皆可构成性骚扰行为 所以大家 特别是男性眼睛 不要随便看 现在性骚扰的这个观念 扩散到一个程度 女性也不能乱看 只定人家吓死看的话 男商人可以告不舒服 这里面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 当时这个性骚扰法公布了以后 台北的知名的豪放兵 就写了一个文章来讲说 性骚扰法这样公布的话 以后他也要调情一个空间 江云雅在台北 在中国时报写了一个文章 他说调情就不见了 文章标题 如果没有人性骚扰 我们如果分辨自己是否比 别人女人幽呢 而且像我们这种从上女时代 就被赞美及骚扰包围的角色 早就架成就了 可以用点喜欢的人来自信 而且可以恶毒讨厌的人来骚扰 衡量男人犯不犯罪 或者犯不犯贱 人的那一把旗 根本落在我们手上 才会一下子 也没什么经验的理由 才因为人家 还没看清楚他的正面 我们抬头搭讪 这尖叫都要把人家闻进去 陶芳雅的眼光就不一样 新疆老法 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好女人都觉得 哇 好好好安全 以后我再有一把上方导箭给用 只有陶芳雅说 那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贝吗 即使看起来这个人再可口 他就是死不来拉善 也不散发旺盛的沸诺蒙亮着 雙蝉眼睛 眼睛这样看着你 还没有这样做 语出双关的来调戏 还不这样做 你怎么知道他的理想家园 不在断背上 难不成让女人主动出言相询呢 那会不会因为事骚扰罪 您被男人照上一个罪 光是想起来就愁死了 还是等许男人事实来骚扰一下他 那这里骚扰一张就是说 你make advances 你就来表达一下 让我知道说 我还要把希望放在你身上 好 第三点坏处 就是从此我们很难发现 哪个是烂男人 以前的烂男人 都是因为性骚扰的行为 然后大家口耳相传 现在为了害怕被告 每个人都躲起来 本性品强起来 根本看不出来谁是习惯行受 那真的是人命受心 很挑选男人的时候 失误率荼毒高深的对 简直是浪费女人的食物 我刚才看到这张文章说 我非常欣赏 因为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样就看起来保护女人的法力 其实是保护某一类女人 和某一类女人所渴望的交往和互动东西 对于另外一些主动性 操控性很强的人来讲 这不是个好的法力 最后他说 以往走过建筑工地 就会被人吹口哨 调戏疾欲的这种阶级 不复健 在单公室酒吧里 捷运上朋友聚会 是再也听不见 令人笑骂死相 的那些玩笑话语 过去的话就会 大家讲完讲完就 哎呦死相 你这样死相的说法 意思就是对方讲了一句 有点暗示的话语 然后我又不是真的生气 我又不愿意表达我真的很爽 你常常你都这样子要表达 可是现在因为男人没有把握 话出口会不会被告 大家都不讲那些黄色小话 也就没有机会再讲死相了 好方你震得很闷啊 没有调整的空间 这也很有趣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常常要有一些模糊的暧昧 因为这个模糊的暧昧 才可以让有心的人接招 那无心的人就会过 所以你在对我表达以后 我有心到就回应嘛 如果没机就过了 这些就了了 可是现在的话就是 任何表达都不可以 暧昧空间没有了 心境的法律 越来越扼杀暧昧 紧缩完的空间的动机 制造开语紧张 当然还不敢讲 将暗示和邀约最新化 心里面大家很介绎很恐惧 压抑和怨愤 反而会强化敌意 哪里玩得起来呢 玩得动机都没有了 哪还有心思玩意 大家很想要彼此调情 可是越来越不敢调情 这个真的对我们周围的环境 是蛮不好的 其实在姓少尔的法调成立以后 最多使用的都是 discountable love 就是我跟你原来是好朋友 如果后来他给你pitch 然后我就回头到学校去告你性骚扰 因为就证明了你过去对我的 是假的 而我现在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性骚扰的法调 扩散使用以后 其实他的背后是有一些麻烦问题 像这边两边的男人 你会看得出来是区别吗 我看不出来 那边的男人很吃香的 柳特华很冷静 如果你怎么玩笑 怎么样接近你 怎么样碰你一下的话 都不会有女人到他们心上了 对 因为女人都来不及 头发送到你 但是如果你讲得很不幸 或者老孩求 光头离婚 或者跨性别 就长了女孩 那就很抱歉 无论你上来做什么事情 女人就会立刻觉得 嗯 骚扰我 为什么他会觉得性骚扰 因为你就不是我的菜 你不是那个够我一格的那个菜 你一定要在某种状态下才可以 各位可以仔细去看一下 我问过很多很多女人 如果这个人性骚扰你 算不算性骚扰我 我不是 我还跟你的话 我不是 我是如果是 这边的那种 嗯 不入流的男人的话 就立刻变成了性骚扰 所以性骚扰 没有一个客观的指标的 是一个本人 舒不舒服 愿不愿意 感觉好不好 觉得更不够我的隔 来决定的 从这个表过来看的话 性骚扰我 其实正当化了各种 性别歧视和成见 我不喜欢 我不舒服 他就算性骚扰了 这样一个那个主观的 一个决定标准 怎么可以占定 再举个香港的例子 这一个是真的 0060 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后台 南更衣室 有四名非英级的演艺人员 他们在更衣的时候 因为更衣的时候 大家喜欢搅到 有毛巾遮住 然后大家一直笑闹 就拉毛巾 在场员工用手机拍下来 让这个短片拿去管理层头续 他们头续什么 性骚扰 第一次你把他们四个人吵了 说他们做出不雅的亲吻 极度涉质的举动 营造了敌意环境 令其他员工感到被冒犯 对其他员工构成性骚扰 他你拍我 你都心上我的理督 你还到最后变成我处罚 这个是很有趣的 就是那个倒数内行的这个字 冒犯 在社会里面 我们大家对于性 对于什么样式入股 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指数 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做冒犯 什么叫做不冒犯呢 那如果你的死度很高 就算我群职短一点也冒犯你的话 那不是也是告来告去吗 所以这里用冒犯 用一个主观的指标来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司法上站立不了 可是我们的司法却接受这样一个指标 有个人个别的 课题的主体的感觉 就形成了一个标准 这个香港的例子 我觉得是很冤的 人家玩人家的干你藐视 结果你也去拍人家 然后去报 然后这斯文就会吵 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 在办公室上挂彩虹旗 或者门上面贴 那个同性的照片 相信相爱的照片 也会有人去告 说这是性骄扰 难道你不会经过人门不要看吗 这是这一些事件不断的发生 这一些事件得出来的结果 会形成的社会后果 就是金工与寒蝉 金工是金工之老 很理大很害怕 我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怕这样的事情会触发 寒蝉的效应就是 大家都不能再表达 也不能够在网络上面写 也不能够向别人去要求 诸多的事件 让性孤零的这个皇朝 累积起这样的效应来 人们越来越不敢 西系的活动也只能越来越进化 你觉得西系的这种态度和精神收敛起来 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沟通 原来西系可以宣泄掉我们的压力和敌力 但现在连满足一点点新的表达 一些这些东西 这样子的后果 其实是主体会有更郁闷的状态 这样一个更郁闷的状态 却在一个社会关系 不容许它表达的状态 我真的很想知道 后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事情 从这样的一个现象发展来看 如果我们继续的容许 被大家说成是轻跳无聊的这种时期 我们容许这样的时期被制裁 被压抑 那我们就是震荡化了 强化了文明化的自律 以及这种严谨性的态度 因此当大家起来喊打 大家起来说 东大权这版本应该怎么样 大家起来要杀掉Mafio的时候 大家起来说 陈冠希该死的时候 总要有人在这个声音当中 挡住那样的黄巢 因为这个黄巢 推推推推过去 就使得将来 这个生死的 这个厌恶的压抑的门槛 一直往前面前进 越来越没有空间 因此我们不能容许 这样子的制裁 继续的奉行 西系的活动和态度 会慢慢的消失 随和的厚照和宽容 我觉得那个厚照和宽容 是我最关心的 就是对于差异 对于不一样的价值 对于别人不一样的喜好 对别人不一样的口味 不一样的表达方式 我们能不能够有那个 欢迎和那个厚照 在我看来 目前的这样一个 把西系全面赶出去的状态 其实是长成一堆很严肃的人 一些很正经八百的人 这样的人是没有会到 厚照和宽容可言的 这个我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不断的看到保守团体的严厉严貌 真的是非常严厉 动不动就像法庭 动不动就是强力的谴责 剩下来的 当西系的活动和态度消失 随和的厚照和宽容 减退以后 剩下来的 就只是一些看似温和 有理正经八百 但是强烈的驱动 绝对不能跟我不一样 而且是严厉的 列入的世界 只要有人敢跟我不一样 我就去告他 民粹的义愤 目前在台湾的黄标 正反映了 我今天所讲的 这样一个情感结构的扩散 好 谢谢大家 好精彩的演讲 大陆是不是很高兴 尤其是 一些大学生的游戏 原来是 中掌台 掌台都非常空空的 我们还是找大陆的例子 我们有机会将来 请一个大陆的学者 来跟我们讲赏 大陆学生很那么晚的 好 有什么问题 刚才大家都相当的笑 你告诉 赶快 问问题 我们只有十分钟 唱 你好 你可以讲果的话 我们可以翻译 我也可以说 你好 我刚才看了很多 关于台湾社会的一些历史 就是说 我的印象就好像 一些社会的多数 或者社会的力量 或者趋向 会影响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 我们能不能 就是 从制度上面去看说 制度里面 不能好好的保障 小住人或者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就是社会多数 什么是多数 那我觉得 我所看到的 这所有的例子当中 非常明显的就是 保守团体 保守团体 因为占据主流价值的位置 所以他比较容易 营造出多数的 多数的形象 换句话说 不见得 那个看起来大多数 都会支持他们的立场 可是因为他讲的是 甚至八百的立场 即使我跟你意见不一样 不见得会支持这样一个 保守立场 可是我都不敢讲 就像现在 马帝尔在台上被打得要死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敢讲话 大小S都不敢出来讲 没有人敢讲 有人如果出来 讲一句说 其实谁要给他讲的时候 就所有人都转过来再打他 像今天就开始打吴中宪 因为吴中宪是马帝尔的 吴中宪出来讲说 好像抹了两句 拿毛头转过来 暴民的毛头 很快就会扩散到其他人 你完全不可以有不一样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这个多数少数 是一个没有办法用民意调查 来反应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说 我们来个公投啊 我们来个投票什么 来决定 因为污名 其实使得很多人的真正意见 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而有关于边缘立场的说法和论调 没有办法自由的扩散 也会使得很多人 虽然他可能不同意 他没有那个语言 没有那个话 去表达那个 我支持一个边缘的立场 因为边缘立场没有被扩散 成为大家的语言的可能性 因此每次讲到多数和少数的时候 这个动态的状态 必须要放在你的脑筋里面 然后那政策是不是要保护少数啊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我们号称民主啊 可是我们民主的话 在台湾的民主教育 基本上是停留在多数分从少数 或者少数分从多数的状态下 就在民主的教育里面 就是 然后少数分从多数 从来很少讲说 少数的权益 那个他者 这个不一样的人 他的权益应该怎么样被保存 这个是我们 这些后发的民主里面 比较少做的事 就好像我们后发的民主 在谈法治的国家的时候 谈那时候 都怎么样守法 从来没有讲说 法律怎样 不可以进入某一些领域 不能够摄入我个人权益 那我觉得有关于 像法治也好 民主也好 这些教育的这个方式 也会使得 所有的政策 在实施的时候 或在制定的时候 很少会去想说 我怎么去保护少数 他总是要怎么样去 顺从大多数 再加上 目前我们其实活在一个 民粹民主的年代 也就是说 整个民主 开始趋向于美式的 投票民主的时候 民粹的趋向 会使得大家 必须要守国大多数 因为大多数 才会掉 不掉里面会选出来 所以你就会趋向 你走向主流的位置 因为太边缘的位置 你就会掉了 因为大家 没有那个机会 去说两边真的 至极力极的去辩论 主流的立场 会形成跳入的基础 所以我回答你的方式 会告诉你说 我们目前的体制上面 为什么 没有办法去考虑 保护少数 因为它结构上 和基本精神上 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也是 我们目前 如果继续打仗的时候 不能只是针对单个议题 还要针对 后发民主的整个的 现代性状态 后发民主的 对于民主 对司法 对什么的 疑解的这种状态 这种知智的生产 要被重新讲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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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问的是 在现在这样 熄熄灭我们的名声 刚刚你说到性骚饵 已经现在不断的扩大 然后 我想问的是 是不是需要 存心在描述 我要性高层 不要性骚饵 的那种 然后 豪雄宇人的自主性 要怎么再建构 第一个 我觉得 那个口号的意涵 已经慢慢扩散在另外一些层次上面 所以 我不会想说 这是我目前 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 那 自主性 因为自主性 我看到很多女人 已经活着那个自主性 我比较 现在我比较努力做的事情 其实是从这种 结构面 就是社会结构面 情感结构面 制度面 思法面 从这一些方向去挡住 想要让这个自主性 没有办法有更大的空间的 这些力量 就是 我不再告诉他 你要自主 你要自主 因为自不自主 他自己会交给他那个空间 你让他不害怕 你让他觉得很自在 他自然就自主起来 那个自主性 不是我去教他怎么自主 就好像不是我去教他怎么玩一样 那个玩就是 那个空间大起来 他自然会玩出 他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来 所以我会针对那两个东西 我会说 我会说 我们现在先挡住那些 不让我们国民的力量更重要 我对于性骚扰的问题 何教授摆在那个 戏器和文明规分的理解里面 有点疑惑 当然我对于一些反性骚扰的 或者性暴力的一些宣传 或者一些做法 我未必那么同意 例如一些所谓妇女人士车伤 又或者一些宣传 可能说不要拿路 我未必会同意这个 但是你刚才的演说章 性忠妖 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 简单等同了他就有气力 所以他说no problem 他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应该去规律 我对这件事有点保留 我没有听错 可不可以再解释清楚 你如何理解 现在真的不保证 需要存在 当然有 但是我觉得目前判断的基础 开始有点问题 因为目前的话 我一直觉得 私心跟骚扰 其实没有那么清楚的线 没有那么一刀切就可以分得开来 很多时候 我们个人对于这个事情 对对方的一个判断 有时候有时候决定 你要不要把它视为 是个敌意的东西 还是是一个对我 有意思的东西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是个帅哥 正经典的女人 可能就会觉得很爽 那如果说是一个 气质不怎样 然后阶级前景不太好的 那也许这个人就会觉得说 你更没资格找我 那你对我的这个问题 我不愉快 你只会对于性骚扰 但是中间的线 不是那么清楚的 可是我们现在面对问题是什么 就是当一个法出来的时候 那条线就划出来 而且那条线是一个划的很低的 就是无论什么都可能被当成性骚扰 那个时候 中间的那个暧昧 中间的那个意义模糊 中间的意义流动 中间的意义流动 就是我证明了 又要一划你就对付他 但是需要说 有个人跟我讲一句话 有个人看了我一下 我就立刻就 叫法律来对付他吗 这个 是我在未来这次次 的领域不断要再讲就是说 我们开始越来越丧失的人与人间互动协商 处理这些人间互动的能力 我们越来越是一旦有了什么东西 我不爽 我就马上动用司法来处理了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 state oriented人口吧 就是什么事情我都去告爸爸 叫我爸爸来处理这样 那这个是 所以对我来讲没有所谓说 这个青少人不存在这 当然有 但是我一直觉得 作为妇女运动的推动者 我一直强调就是 女人要壮大起来要能够死去 谁要对我吹口哨 你吹我的口哨我瞪你也不行吗 你吹我的口哨我说一句 让你吃不了兜子走的话不行吗 我需要去叫警察 来把他抓到上奸脑去吗 现在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在过去这十年当中看到的 就是有一些团体 他们最有兴趣的是立法 然后立了法以后 把自己写在法里面 变成监督团体 然后在这个监督的过程当中 变成政府委员会的委员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政府委员会上就可以去包一些 一些案子 一些推动一些事情 他们就把自己给肥大起来了 他们变成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力量 而很有趣的是这一群人 几乎抱持着全部都是保守的 好女人的那一届价值观 以家庭为主 以保护儿童为主 因为家庭和保护儿童 其实是大家不可抗拒的道德指标 就这两个是 谁能说我不要家庭人 我不要保护儿童 但是都不敢讲话的 就专门用这样的一个指标来 建立各样的法律 从反性骚扰到大校园霸凌 叫反反感 校园里面不是没有打闹 但是是不是校园里面 所有的打闹都是霸凌呢 这个大家要想一想 小孩子在一起打一打 然后大家就说霸凌 然后把这个小孩子送到教育部去存衣了 这个完全没有 就是以大人的角度去看小孩子之间 我们大家拿从小孩子都打架 打来下一秒钟就好了 他就继续玩下去了 可是以大人的角度 现在对于每一件小事 都以霸凌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你就发觉抓不完 有太多个人这样的事情 所以不是没有性骚扰 不是没有性霸凌 可是一我们要个人先有能力去复理 而不是凡事高爸爸 第二就是不是把所有的现象 所有的行动 所有的行动 所有的眼光 所有的话语 通通列入司法要管理的范围 这个的话是对于我们个人 人民权力领的极大的退缩 这个是环续教高爸爸的文化 在香港通常普遍 现在小孩子都是小 他们自己玩 然后他们要是不爽 对方欺负他 他们就叫小孩爸爸 就是跟小孩一起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个是我们在香港的教育文化里头 已经通常的普遍 请教何教授 最近一部细细的电影 九把刀的那些人 无论在台湾 香港还是中国内地 都很卖作 配方很好 我想何教授谈 这个有什么警察 你们香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其中的细细部分没有剪较吗 没有 在大量的剪较 还不得的话 你知道吗 我其实觉得 九把刀这个电影 我个人一见 一 排的真的不怎么夹 二 吃着看的就只有那些部分 其他这个台湾 真的没有什么 没什么可谈的 但是其中的裸体 身体接触 跟性相关的部分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而且我最后出上去 两个男人接吻 真棒 那一幕其实整个电影里面 最第一名大家有的 就是那一幕 因为那一幕有太多 很复杂很暗昧的东西 那种异性恋的真情咬达 可是透过这个诚信 有同性恋暗示的东西放在里面 然后这样就很有趣 那一幕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除此之外 我认为那个电影 没什么好 我也对那个女神 没什么好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迷她 记得我在上课的时候呢 老师常常跟我们说 强度台湾的性别教育 因为给我的感觉就是 过过台湾有性别教育之后 特别是青少年了 还去扩展到去 社会大众对于一些 性的议题跟性少中 都比这种宽容的一个接触态度 所以 因为刚才合照这个年长里头 就是 focus on 那个媒体跟法律 我想请您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 那个关于台湾教育方面 怎么去 一方面好像去 去宣传一些很宽容的态度 另一方面有怎样去 去通过教育那个真实去管制 第一其实你讲的完全相反 不是因为有了性别教育 因此我们有了惯人态度 其实没有 因为到目前为止 教育部的性别教育是很保守的 而且性别教育里面最出名的讲法就是说 我们性别教育最主要就是要教男生尊重女生 女生尊重自己 记得在中小学的教师的研讨会里面自己说的 他们要教的就是男生要尊重女生 一直就是男生不要上女生 当然这不是同性恋 然后女生要尊重自己 就是互来都紧一点 不要太随便 所以它这个跟过去的原来的性别的 这种传统的教育有什么两样呢 台湾到现在 连有一点点对于同性恋友善的教材都放不进校园里面 这是去年最大的事情 就是性别教育本来要放进去一点点 有关于多元家庭和同性恋的教材 然后就被珍爱联盟 像你们这边的明光色的那些主持 捍卫家庭保护家庭那些组织 然后就出来说 不行啊 我们不能让小孩接受到这东西 他们都会变成同性恋之类的 所以事实上台湾的性别教育是做得很不好的 它是一个不断在征战的场合 我们好像看起来从自己热线 可以到校园里面去讲一些 可是在基本的结构上面是没毛的 所以事实上系列教育还有很长的能力要走 到目前为止 比方说那校园里面出柜的 学生大概还可以 老师还蛮困难的 然后学生的话 也都只能在自己小团里出柜 在大一点的空间里面 其实是比较危险 大概愿意表达的 所以性别教育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样的好 另外就是 我为什么会比较强调谈媒体空间 因为校园在台湾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关闭的空间 如果像我的话 我曾经在我自己的校园里面行动 你说我今天要到另外一个高中去 到一个国中去 我要去讲什么东西 我进不去了 我们想要宣传的东西 其实很难进入校园 因为校园本身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空间 管理的非常严格 我在我的第三个演讲会告诉你说 目前的校园成立了怎样的一个通报系统 那个通报系统真的很可怕 校园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变成了 需要让教育部当局知道的措施 这也是我今天也一直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某一种人际互动层次上的东西 需不需要送入司法系统 需不需要透过通报系统进入中央的部会 然后当成一个大事情和法律和违反的事件来处理 那我们人民自己协调 自己互动的那个空间还在不在 我们为什么什么事情就要拉司法下来 性别教育这个空间 我其实也不是很把指望放在 制度化的透过学校系统来做 你也知道 这种一进入校园 变成一些正式的课程 就要谈考试 有正确答案 那个原来多元性就不在 我还是宁可在社会中间里面运作 然后尽量的影响老师 影响教材 提供一样的说法 看看能不能够营造出一个比较大的社会分为 我这次这系列讲的四个演讲 其实要谈那个社会分为 目前那个趋向是很不好 很不利 因为它把原来在文化领域当中 有不同意见 有不同的征战 不同团体 可以不同意见的讲法 现在进行立法的证据 它在法律的这个领域里面去打仗 在这个领域打仗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应该这样处理的 不能够用司法来处理文化上 价值观上 与文化群上的差异 所以对性格教育 我还没有那么大的职望 我讲的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中央大学的原因就是 如果各位去看我们的成就 我们的研究的话 你知道我们大概在台湾 第一把教育的学术单位 我们没有办法成立博士班 我们已经申请三次都被拿回来 都不让我们成立 然后找了一个 不知道什么学校的一个什么系 但是很正常的 师大体系 让他们成立一个博士班 那我就会觉得说 如果说不一样与主流不同的思想 不能够扩散 不能够继续生产 这其实就是一种 继续延续主流价值的方式 它就让你说 你这个声音就是出不来的 你的声音永远被调在编辑上面 我的整个校面里面 就只充斥着主流的性格价值观 这个性别价值观上 gender为主的这些价值观 是有四个人讲的 要讲的话 没有完全乱 但是永远都有 就是想要能够讲得清楚 就是性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 social elements 目前是我们在进步运动 或者进步思想当中 很大的一个局面 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谈 性别怎么变成一个局面 它怎么构成一个局面 我也有需要地认的 随意去移動 还有一个 history